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大家看我这个节目不要觉得很严肃 要把它当成一个表演业的人 在这里主持这个表演节目 不要看得那么严肃 因为我是表演 所以很多话说起来是很过度的 是很威严耸听的 譬如说我很喜欢自我来炫耀我自己 在一般的标准看起来 你只要自大狂喜欢吹牛 会有这个狂妄会有这种感觉 可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你会发现我非常诚实 我只是描写或者迅速出来一个真相而已 我在节目里面跟曾经告诉大家 大画家达利 他说每天早上起来 他就感到好高兴 因为发现自己是达利 发现我是达利 我是本人 他就好高兴 为什么 自大狂啊 大家看看英国的文学家 王尔德 到美国去了之后 买海美国海关问他 有什么东西 你要向我们申报的 报告的 他说 除了我的天才以外 没有什么可以申报的 看没啊 就是 我成亲 我天才过人 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习惯来看起来 你这个达利 你怎么这么疯狂啊 这样子自大 你这个王尔德 你怎么这样自大 可是 当我们真正了解他们以后 发现 他们真的是 出类拔萃 出无其类拔虎其碎 并不是自大 而是真实的了不起 所以呢 就不发生 所谓的吹牛问题 我今天跟大家谈谈 我的一点点人生观 跟我这个节目的一个态度 我把它列举了十二点 大家看啊 追求真相 坚持真理 展现真情 宣扬真知 不以为然 大义凛然 一目了然 春意昂然 公军作战 挠勇善战 身经百战 屡败屡战 我把这十二点呢 分批 跟大家 讲一下 什么是 追求真相 追求真相 有个本领的 大家看看 这个字 普吉尼 这个字 普吉尼呢 就在我的年纪 有死掉了啊 他是中国 书画家 可是呢 他的毛笔字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你看看那些 读书众祸 归沧海 下笔 微云 起泰山 大家注意这个字啊 这个字 把这个 柳光玄的字 写出来 清秀的这一面 这什么体啊 这个就是 龟丰碑 我们讲的这个 龟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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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大家看啊 这个碑 就是 裴修写的 大家看这个字 这个碑 写出来之后 最上面那个额 是柳光泉写的 可是这个正文 是裴修写的 裴修写的字 比柳光泉写的字 还秀气一点 所以看起来 更好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 普吉尼的字啊 他发现 写的真好 大家看这个对联 读书 众货 归沧海 下笔 微云 起泰山 现在正式 描写我李敖啊 我李敖就是这个本领啊 读书 众货 归沧海 下笔 微云 起泰山 我做节目也是啊 电视 微云 起泰山 我就有这个本领啊 第一个我们要学到 追求真相 追求真相 干什么 大家看 齐白石 刻的这个印的 看到没有啊 有眼 因实 真伪 你有眼睛 要看出来什么真假 看出真假 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说 追求真相啊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希腊的大哲学家 亚德 也是希腊的 早期的 了不起的科学家 美学家 全部都是他 他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 男人的牙 男人的牙齿的数 比女人多 胡扯嘛 女人的牙齿 跟男人一点多 可他居然讲了这种 荒谬的话来 很多人都跟着相信 为什么呢 他们 有眼不能辨别真伪 亚里士多德 只要把他太太的嘴巴张开 看一数他老婆的牙齿 就发现跟他一样 可是呢 他们 不这样去研究 所以呢 就发生了笑话 追求真相 难 难得不得了 我们再想想看 王恩石 王阳明 有段话 他说啊 看到没有 他说格武呢 格武制之成一正心 格武 只要说 要依照 珠子的话 可是呢 他说他与他好朋友啊 钱友同 一起做证贤 要格天下之物 怎么样呢 格的结果呢 这个姓钱的朋友啊 钱友同啊 早上晚上 都去格竹子 看着竹子去格 格竹子道理 截其心思啊 到了第三天 劳无神成绩 累病了 看竹子看病了 啊 然后 到了 他自己的 我王阳明 自己也去格武 也去格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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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得不到道理 到了第七天啊 也生病了 看到没有 林医虎两个人呢 就开始叹 互相叹气 说圣贤呢 是做不得的 为什么呢 就太难做了 这是格武吗 你要研究这个竹子 我们现在知道 把它抛开 把它化验 显微镜 来看 这才是研究竹子嘛 这才是格武啊 你们这两个傻瓜 把竹子摆在那里 就看竹子 看三天到七天 来两个人都累病了 为什么 方法不对啊 当你方法不对 你就追求真相 追求不到了 所以看到没有 追求真相 坚持真理 展现真情 宣扬真知 第一点 方法要对 大家看到我 李敖在这里 干什么 就是表现 我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求知 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获得证据 然后 讲给大家听 所以呢 我们再看这种情况 就是坚持真理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方式 就在大唐心语里面 有段话 他说 胆欲大而心欲小 智欲圆而行欲方 什么叫做胆欲大而心欲小 就是胡适所说的 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什么叫做智欲圆而行欲方呢 就是我的智慧要很周延 可是我的做法要很方正 错的 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 智欲方而行欲圆 就是我对人间的事情了解的 全部是真理 我掌握得很好 可是行欲方怎么样呢 当我 行欲圆怎么样呢 就我推动那个真理的时候 我要有技巧 不是用来的 我要技巧 所以我们知道 坚持真理 这个宣扬真知 都需要技巧 所以这时候 技巧之一 就是展现真情 就是啊 我是玩真的 你知道我是玩真的 我的喜悦哀乐 都是真的 所以我们看到 看我一个对联 他说 筋骨必尘 天人心感 有深情 啊 理智的求知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用这个方法呢 来推广真理 是很重要的啊 然后 我跟大家来谈啊 什么叫做 宣扬真知 追求真相 坚持真理 展现真情 宣扬真知 什么是真知啊 就是我告诉你东西 是真的东西 比如说 我反对迷信 反对什么 紫围斗数 反对什么算命 反对什么风水 反对什么星象 反对什么 这些怪力乱神 我通通反对 就是我听到的知识 是真的知识 都是那种虚幻的 虚伪的知识 这点是很重要的 一般人呢 做不到啊 我给大家宣传 这个真的知识 然后我们再看 什么叫做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 就是 我永远的是个反对派 真正的伟大的知识分子 他一定是永远的反对派 这个反对派的特色 就是绝对跟政府是不合的 政府说东 我说西 政府说南 我说北 知识分子 我不反对政府 就绝对不是好的知识分子 那政府是不是 每件事都错呢 也不一定 可是为了表达你反对的这个立场 你要说他错 这话怎么讲呢 美国大法官是九个人 当年一个有名的大法官 叫霍姆兹 在法律见解上面 这个案子啊 明明需要九票通过的 他也知道 从法律见解上面 是正确的 他应该赞成的 可是 当其他八个大法官 投反对票的时候 投赞成票的时候 他一定投反对票 为什么呢 就是代表反对的精神 比众口音声的这种情况更重要 这就是不以为然 什么是大义领然 什么是大义领然 大义领然 我们可以看到 当全国可口声声 都诬赖一个犹太军官的时候 当全国的军方都诬赖一个犹太军人的时候 文学家佐拉 他会站出来 来讲公道话 这就是佐拉 他讲公道话 他被军方是那样子污蔑 把他堆到垃圾桶去的 做法 可是呢 他能够站出来 讲公道话 这就是大义领然 然后我们再看 什么是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就是你会用一个方法 把你所要说的东西 用最清楚的语言 最深度的语言 或者最深度的图片 推出来给大家看 这叫一目了然 不要把话说了半天 不知所应 这个不行的 大家看看 我离开监狱的时候 我留下这个东西 干嘛 户口检查 签张表 就是警察查我户口 这么张表 大家看看 这叫一目了然 看到没有 你看没有 1976年 11月25号 来查我户口 然后12月16号 12月28号 1月10号 1月25 2月7号 2月25 3月10号 3月25 4月9号 4月25 干什么 干什么 每半个月查你一宿户口 对我对你这么紧 你出现出力欲了 可是警察 每半个月 来看看你 干嘛 往上报啊 可是你给大家看看没有 这叫做一目了然 你就知道 在那种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 白色恐怖之下 我是怎么样活过来的 这叫做一目了然 然后呢 叫做什么 春意昂然 什么叫春意昂然呢 春意昂然是代表了很多的生机 跟很多的快乐 苏东国写词 赤壁怀骨 谈笑间强弱灰飞烟灭 敌人被我打败 什么情况打败 不是我高声呐喊 不是这样子 是我在谈笑之间被他打败 所以你看 晋朝人左思写的诗 他说 乌兮断干木 燕兮凡卫军 乌木鲁中连 谈笑确心军 我敬佩断干木这个人 因为他躺在床上 就把魏国的皇帝 魏国的统治者 文为藩属了 我羡慕的重点 因为他在谈笑之间 把秦国的军队给 受退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叫春意昂然 这代表这个有趣 第九点 攻军作战 攻军作战就是说 当你推动你的思想的时候 你不要怕孤立 很能很孤立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陈杜秀 虽然后来被开除掌尽了 当然现在共产党的历史协法 对他比较公正了 因为觉得这是过去的事情 可是后来 周恩来跟他谈 说你认错 你就回来 他不可认错 可是他很孤立 他说我不怕孤立 我给大家看的照片 全部都是错误的 大家看 左派右派的 报章刊物上面 书上面都说 这是陈独秀 说这是陈独秀 说这是陈独秀 其实这个人不是陈独秀 这样照片错误是出在这里 看到没有 他跟彭树枝 跟彭树枝一起出来 在地方法院出来 陈独秀是右边这个人 彭树枝是左边这个人 这是彭树枝 陈独秀呢 是正在陈独秀 正在陈独秀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可是为什么这个搞错呢 为什么搞错呢 因为这是1932年11月3号的 北洋画报上面 搞错的 事实上呢 应该是7月的两有71期的画报 所以看到没有 这是陈独秀是左边的站在这里 笑的这个人 这是陈独秀 右边才是彭树枝 所以梁有花报 这个报道正确的 过去大家都跟着 这个 北洋画报错了 所以一直错到现在 不怕孤立 可得做到这一点 并不是孤方自赏 而是要孤方孤赏 大家一起能够看到你 这才是本领 所以我们才看到 这是孤军作战 可是呢 最后一个呢 什么是 老勇善战 不但会作战 我还能够打得 很了不起 能够打仗 这是一个本领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什么是老勇善战的人 就是我聊 我跟我的朋友 郭关英 这个叫的像 郭关英 郭关英就查出来 当年 国民党 因为把我干掉 当时 郭关英查出来 当时陈其理他们 去见安全局局长 王敬旭 说台独利用本帮会装大 朱联邦可谓国家效力 这个朱联邦 后来呢 就是开始就要教训李敖 结果呢 搞错了 陈其理他们 先杀掉了江南 江南被杀 江南被杀 后来陈其理抓起来 朱联邦的老大 江南被杀 我呢 就躲过了一劫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虽然 脑勇善战 虽然身心百战 虽然屡败屡战 可是 我有一个好运气 什么叫做屡败屡战 当年 大家打败的仗 写报告的时候 就说一个人屡战屡败 那个时候呢 曾国藩就出来 把屡战屡败 曾国藩出来 把这个屡战屡败的成文 一圈 就改成了 屡败屡战 虽然这个人每次打败仗 可是每一次还继续打仗 所以中国藩呢 这么把这个屡战屡败 改成了屡败屡战 就给了政府 给了皇帝 一个开脱的口实 并且给这个打败仗的手下 一个机会 表示说 你虽然打败仗 可是你非常勇敢 还继续打下去 我跟大家说 我一辈子就这样子 我又 老女善战 又身心百战 又屡败屡战 而不是屡战屡败啊 是屡败屡战 最后被我打赢了 我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能够活到现在 不是吗 周末番还讲了一段话 这个老兄啊 61岁就死掉了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 不信书 信运气 这话讲起来 有一点点 愤世激俗 他说 看这么多书是没有用的 要有好的运气 不信书 信运气 周末番一辈子讲诗工 讲读书都不错的 可是 他活了不久 他活了61岁 就死掉了 运气是很重要的 我一辈子只做 第一次老大时候 刚做的时候 判了十年 应该关十年 可能为什么我第一次 五年八个月就出来了呢 因为我运气好 蒋介石死掉了 他因为我就死一次 我碰到了 蒋经国要搞 给人家看 他们的好的形象 就搞了一个台湾的大社 整个大社下来 七十八扣 我五年八个月就出来了 我第一次坐牢 五年八个月 可是判是判了十年 我运气好 碰到蒋介石死掉了 不是吗 所以好的运气 也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我的好朋友 刚才给大家展示的 郭观音的调查 当时国民党的情报局 是要干掉我 找黑社会的竹联邦干掉我 结果阴错阳差 竹联邦先干掉了江南 所以江南死了 江南死了 这个事情整个曝光了 美国人闹起来了 所以国民党 对我就不敢动手了 所以我能够死理逃生 因为什么 因为我有好运气 所以虽然 我刚才说了半天 追求真相 坚持真理 展现真情 悬扬真知 不以为然 大意理然 一目了然 春意昂然 孤定作战 挠勇善战 身心百战 屡败屡战 可最后归到一点 我告诉大家 我坦白告诉大家 我有好的运气 我能够活到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